在这个苏联时期啊 法律上是禁止 你把这个企业上的这个账目上的钱啊 换成现金的 后来因为这个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嘛 就可以从变相的 就等于把这个资产呢 就给变现了 一下子啊 释放出了大量的资本 而且呢 让这些人呢 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当时啊 有一个这个叫什么来着 霍多尔科夫斯蒂 就这个 有名的这个寡头 他们当时是跟一个那个 学网络的啊 有一个那个毕业生 俩人一块合作 另外呢 还跟一个就是 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啊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哥们 叫什么来着 杜泊夫 他们一块合作 哎 完了呢 搞了一个合作社 合作社 那个时候就 其实就指的 就是私人公司啊 完了通过这个 跟这个高层人呢 帮着一块运作啊 直接用17万卢比的 这个 价格 收购了一个价值200万的 一个卢布的企业 这下子呢 等于就是这帮人啊 就成了俄罗斯第一批 合作社的主人 也就是私有的企业家 经济当时发展啊 特别需要这个西方技术嘛 而西方那时候呢 还对这个苏联 进行这个管控 所以很多的高科技的东西啊 还是跟以前一样 进口不进来 哎 那进口一个电脑啊 都特别困难 于是呢 这些企业家啊 等于也做了一个 就是过去 克格勃 他们那个专门搞的 那个那种走私机构啊 去搞的那种交易 而且啊 你想这些新起来的企业家 他也没那网络呀 所以呢 等于其实就是找到了 过去KGB的这帮 这个搞秘密交易的 这个渠道 哎 跟他们合作 继续走私 克格勃那时候啊 就等于是有两个部门 是特别招这帮 这个新企业家啊 青睐的 一个呢 就是这个负责 黑市和经济犯罪的这个局 因为那肯定了 你要销赃 或者卖东西啊 你想挣大钱 都是这样的 你从国外 或者从哪啊 或者即便你从国内 买的便宜东西 国企那 你也可以到黑市上 哪都能买 那只有他们是最掌握 这个国内黑市的 这个整个网络 另外一个呢 就是KGB的 这个外国情报局 这帮人是什么啊 手里又有钱 也有渠道 所以啊 就在这个合作当中啊 这些人呢 就把钱直接给了这个霍多尔科夫斯基 就跟他说 拿去耍去吧 肯定能挣大钱 完了把利润分给我就行 霍多尔科夫斯基啊 后来一直说 他不知道自己是KGB 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而且说呢 自己当时太年轻了啊 呃 太沉迷于自己的成功 他不知道自己被利用了 呃 只不过就是说什么 都说 就是商机到我这儿了呀 人家不停给我打电话呀 说你能够帮我买电脑吗 你能帮我做这个吗 你能做那个吗 他只觉得呢 这些人是提供给他一个 挣大钱的商机而已 当时啊 确实涌现出无数个合作社来 呃 但是真正啊 能够进入最赚钱的 也就是原材料 这种贸易的 或者银行这种 这种的啊 那你就 小揉揉就没戏了 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关系 网这种人 你像这个弗里德曼啊 他就是以前是共青团的 完了呢 他后来呢 这不是一解体了呀 他就开始这个在黑市 倒腾 那时候真的 你一看啊 所有的这些发财的 后来的 那个大寡头什么的 全是开始在黑市 倒外汇呀 什么的啊 这家伙啊 是个犹太人 他呢 那个时候啊 因为犹太人嘛 是不让进这个正规的好的大学的 因为每年都有配额的 限制这个犹太人 所以呢 他就去学的这个钢铁研究院 也不叫钢铁研究院 钢铁学院 毕业以后呢 他就在一个厂子里工作 但是呢 他觉得不肯定那时候 已经都乱成那样了 还什么好好工作呀 所以他就开始啊 当黄牛 倒腾美元 哎 就开始挣了钱了 我跟你说 这个犹太人啊 天生会挣钱 然后呢 挣的这个倒外汇的钱了以后啊 他不像有些那些人啊 吃喝呀 就就就给造了啊 他就跟一个朋友俩人一块搞了一个合作社 一开始呢 真的是给人家擦窗户去 就搞那清洁公司啊 什么的 这个俄罗斯他这个企业 他这点好 就是说你什么都能做 你没有限制 你只要成立了啊 什么领域你都可以去做 所以呢 他呢 后来啊 就先开始擦窗户 然后就开始 倒通电脑了 一开始搁船 从人家那进那个零件啊 什么的啊 那时候咱们中关村全是那样的 芯片什么的啊 往里里传一个那个电脑 都是没牌子的 但是呢 各种的零件都是好的呀 后来呢 那他就跟一个瑞士公司合资 在瑞士注册了一个公司 那你想啊 这个要没有KGB的搭线啊 你上哪儿就跑到瑞士去 你就直接就能够跟人家那坐上了 那没准就是KGB在瑞士的这个线 都有可能 霍尔多克斯基啊 是第一个注意到银行这个行业的 马上又发现这银行真是一本万利啊 于是呢 他就开始啊 自己成立了一个小银行 那时候可不得了了啊 做大广告 就那意思 你们都到我这来存钱啊 存钱了 我就能让你挣钱啊 就搞这种的啊 他呢 就等于通过贷款 完了又也是到外汇啊 而且他这个当时俄罗斯就是开放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你银行啊 随意可以到现在都有 你现在都打成这仗了啊 他都没有限额 就是在这个外汇上 所以啊 就是可以随意的那个倒腾外汇 这一下他发大财了 一个是什么呢 你那个比如说你这个俄罗斯币啊 贬值啊什么的 所以好多人呢都愿意挣了钱 赶紧就给换成美元 完了存在他这儿 这样他反而啊 他就有大把的外汇在手里边 那你就可以完全利用这个银行这个系统啊 他也把那些就是想倒腾资产到国外的人 全都纷纷来找他 哎 完了呢 你也把钱都存在他这儿 他就越做越大 所以那个时候啊 戈尔巴乔夫才发现 妈呀天哪 我的国库快被掏空了 于是呢就想啊制定一个这个措施 就是每个人啊 你要换成现金 每天就按照一天一百卢布给你这么支付 哎你不能够那什么 那你剩的钱呢 在一个国家指定的一个特别账户上啊 你存在那儿 你用的时候呢也可以去用 但是呢你就等于这个结余的啊 就等于不能让这帮银行的给给掏了嘛 国家反而就就拿不着钱了呀 这个时候呢就是当时的那个第一个俄罗斯的百万富翁 这个塔拉索夫 就不干了 直接站起来就公开反对 而且啊还受到了当时半数以上的政治局委员的支持 包括那个什么雅科夫列夫啊 还有这个KGB的那个以前那个局长啊 谢布里克夫都支持他 大家都觉得我的妈呀 这好这我们挣了大钱呢 你这好就不让干了 格尔巴乔夫啊 其实一直想搞一种就是寻寻渐进式的那种改革 可是呢现在这帮人啊 已经尝到了挣钱的田头了 这帮人就觉得你进步的不够 你得这个走的步的卖的再大一点 所以这一下子啊 整个这个领导层就开始出现裂痕了 于是呢就很多人啊就开始找 找能够就说 呃能够支持他们的 或者说将来会支持他们的 于是就把眼光盯到了叶丽辛身上 这时候呢叶丽辛周围的团队里就有了KGB的人 到了90年代末啊 这个寡头们啊就越来越失控 这野心和贪婪啊也越发的膨胀 那个时候啊彼得堡啊 那一会还叫列宁哥呢呢啊 圣彼得堡啊他这个港口啊 一直是俄罗斯历史上进出口的一个大港 而这时候普京呢是这儿的副市长 哎呃等于呢在这个时候 他就有了机会跟那些垄断石油进出口 那些公司的那些商人啊开始有了这个接触了 在90年代初啊这个因为这个里边太大的利益了 所以那个时候圣彼得堡啊确实应该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到处都是黑帮啊 打枪杀人 完了那个直接啊就是抢现金啊什么就各种这种暴力啊 哪儿哪儿都是 在这时候啊就是这个港口啊 关于这块谁当老大呀 谁在这经营啊 我也打的啊 那叫一个不亦乐乎 后来呢是由一个就是以KGB官员为核心的一个公司 一个集团 哎他们呢在这里啊还算是就是比较团结 组织结构还比较严谨 不像那个一般散的啊 就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钱了 有点那什么了吧 哎开始成了一公司 比如他可以垄断这个港口 干着干着这里边的人就开始打起来了 只有这个集团啊 他毕竟啊这帮人他都在这个KGB里干这么多年啊 互相合作也知道咱打起来了 谁也别想闹好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们反而更有实力 你像这个在莫斯科啊 这个KGB的这帮人啊还比较隐蔽 在这个圣彼得堡 那就直接就是张扬不计了 无所谓 那大干快干 而这时候呢这个 两个这个市长的助手啊 一个是普京 一个就是亚科夫列夫 他们呢一个负责这个日常的这个城市运作啊 一个负责经济 好多人都说啊就是这个市长 就是那个索布查克啊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特爱说的那个啊 政治学家就也是说那意思比较温和的民主派 都觉得那就是一个傻逼 哎天天就光呢穿着一个高级西服 完了以后啊呱呱呱一喷呢就给你喷好几个小时 应该说这是一个特别喜欢权力的一个人 而且呢他的妻子啊也天天就是想过那种豪华的贵族生活的人 天天坐豪华叫车 俺呢跟老公哪哪都旅游去 所以啊这个人啊 其实他根本就没心思工作 他就喜欢享受这种权力的这种光环 那你这个城市运作管理得有人管啊 所以呢你想啊那城市里面到处打架啊 什么这那的 他再加上什么是清洁垃圾这些东西 日常工作都堆在哪了就堆在他的助手上 另外啊就是你只要一问 就是当时那些政府的官员啊或者什么的啊工作人员 一提这市长就就说没人愿意啊接他电话 你要比如说他给你说一件事啊 你要说这个啊确实办不了太困难了 或者我们这边有点什么事 我希望你的市长能出来解决一下啊 你跟他说啊就跟说天书一样 他听不懂 尤其啊就是关于这个什么治安啊这些事啊 哎呦你跟他怎么争吧 他也不明白 所以啊好多人说我呀 找普京一句话就解决了 普京啊就是能够什么呀 就是跟所有执法部门啊 啪拿起一个电话 哎哥们这事得赶紧帮我办了 否则咱们谁都有麻烦 这事就解决了 而这个市长呢就因为自己这这这种属性吧 这种性格啊 越来越依赖普京了 再加上啊当时普京在KGB的这些关系网啊什么的 这个市长啊在这个整个城市啊 其实他根本就说话算不了数 人也没人听他的 甚至啊这确实是说了连电话一听说他的不接 就不接你知道吗 我们再说说啊有一个这个女人 她呢是这个当时这个圣彼得堡啊 这个城市里边的一个民主斗士 嗯他是从91年发现有一件事不大对劲 他呀呃应该算是这个市里边啊 一直跟那个就是那个Sobchak啊 一直不对付的 他就觉得那那那市长就是一混蛋啊 所以他们两个在议会里边也经常吵架 这议会呢就当时啊 不是粮食危机吗 哎呦老百姓都领不出粮食 商店都快空了 于是呢就给他为以重任 说你赶紧啊解决解决这个事 哎他还真不错 当时啊他就推行了一个配集卡 这是大概就是当时列宁哥勒被包围的 那个饿死人的那段啊 这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这个城市实行食品配集 哎总算是把这个段最困难的日子给度过去了 度过去以后呢他又想啊 哎我们干脆拿货换货吧 就是说我们用我们俄罗斯的这个原材料去买粮食吧 这个一直啊你知道在苏联啊 他这个所有的出口 尤其是原材料都是有配合的 你不能说随便卖 这个国家这是属于控制资源 那你这个比如说你这个企业啊 呃一般都是过去都是国有的嘛 呃给你一个什么资源啊 比如说石油啊金属啊木材啊什么的啊 就这种东西都是每年比如说我分给你你可以卖多少钱出去 多少吨出去 咱们过去那时候叫叫什么来着物资部 物资部就干这个 哎他就呢就说我来申请啊 呃从给我们点 这个配额我们去换粮食去 还真不错 他还真是得到了莫斯科给予的批准了 完了呢他就一直等 等等等啊 后来还是人家说了早就配额给你批下来了 他不知道啊 不知道以后他就跟这个市委办公室打电话 这市委办公室说什么配额 不知道啊哪呢配额在哪啊 哎他就觉得有点不对头 就开始啊一遍一遍挨个办公室打 后来啊还是拖了一个私人关系才知道 说是啊这配额给了普京那个管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了 是他们拿着这个配额了 而且啊等他再过去一问呢 这配额都发完了 那粮食呢他就急了呀 这时候啊这个城市已经进入新年了 而整个粮食储备啊只够一个月 这下他急了就开始强烈抗议 而且呢这就在市政大厅啊就开始 我要要求质询 怎么回事 现在我们没粮食了怎么办 你这个配额给谁了 这粮食呢回来的粮食呢 这次的这个议会听证啊 这个普京确实去了 但是呢只带了两张纸 给你大概念了念啊都给谁了都给谁了啊 一个一个一个念哪个公司哪个公司 然后就说了剩下的都属于商业机密 我没法再提供了 这女的一听妈呀 那你这不对呀 而且你现在说的这数字 跟我海关那块给的我的数不一样啊 从这里啊 后来他们开始就进行调查嘛 这是我普京的一生中的最大的污点被调查出来的啊 当时啊是这个普京这个委员会啊 已经给了一个不知名的一个皮包公司 发了一个9500万美元的一个出口许可证 但是粮食没回来 完了呢 另外呢还有一个7.177亿的美元的旅 哎出去了吧 粮食呢 也没回来呢 随着对这个文件和海关那边啊 不断的对照啊 核查呀 这丑闻就开始越来越多了 完了呢 也发现啊 就从这个海关啊 还有这个外贸部啊 有一些这个政府的这些官员 都写信就说呢 你发的这些许可证啊 好多地方和好多公司啊 违法 比如吧 有一个合同就是等于低于市价啊 2000倍收购进来的 而这个皮包公司呢 才成立了两个月 明显的就是知道这个要下配额了嘛 完了临时成立的这一个公司 买什么呢 买的这个14000公斤的稀土 2000倍的价格呀 那你到稀土一到国际市场 你得卖它出多少价去啊 而且那玩意儿 他还不用那么那么多 你知道吗 你想才14000公斤 可是这个差额利润是特巨大的 这个啊 也可以理解就是什么呢 他敢这么弄啊 凡是跟外贸有关的啊 这些工作人员过去都是KGB的人 因为这个都牵扯到这个国家安全呢 或者说你像这个KGB的人啊 他们常年都是因为倒腾这个 才能倒腾点资金回来嘛 所以啊 那个时候啊 这个外贸部长就这个 阿文 他呢 就是亲自给这个普京批的这个配额 在这个后边调查中啊 他一直就保护着普京 就死不撒狗 这个后来再调查啊 就发现还有一个合同 是给了一个苏联跟芬兰合资的一个公司 给的是干嘛呢 给的柴油水泥和化肥 让他呢买回来20万吨的这个 给牲畜的那种粮食 再有一个啊 就是一个也是苏联跟德国合资的一公司 卖这个500吨的铜 让他换回来一些糖啊和食用油 后来就越挖越深嘛 就发现了 就是那个低于市场2000倍价格 收的那个稀土的那公司 那个持有者 就是那开公司的那人 跟普京是大学同学 哎 俩人都喜欢那个柔道的 再一个啊 就是一个那个柴油配给的那个公司啊 这公司呢 就是是一个东德人 叫米罗沈尼克 这个人啊 他就是那个当年啊 不是当时苏联要从这个东德撤军吗 撤军的时候呢 给了这个东德啊 大概一大批这个专用资金 因为你你得有很多运输啊 各方面的上后啊 什么的啊 给当地要付的很多东西 他就从里边直接抽走了2000万马克 这个啊 后来也证实呢 就是是那个普京老婆呀 自己亲口跟一个朋友说的 他呢 就是跟普京啊 在德勒 叫什么德雷斯顿那时候 就认识了 还一个人啊 这个就是这这这这简直是就是 全是他的朋友圈 反正吧 就是这个 这个朋友圈啊 就是这左边说 第二个 这左边不 那个第一个是普京吗 这个中间这个人 这个人呢 叫吉姆勤克 他呀 也会说德语 也会说英语 完了还会一点点的法语 而且说那些语言啊 都特别流利 另外呢 那两个人啊 这个 都是这个 当时啊 就是在 都过去都是KGP的 都是什么 还一个是在 外贸部 外贸部任职 专门 就出口 给你盖章的那个 你想啊 他那个联系网 都是在他们那儿的 这 这个 这几个人啊 都是跟这个 普京一起上的 红旗学院 而且呢 一起学的德语班 普京被派往 这个德雷斯顿的时候啊 这个人呢 是被派往了 维也纳和苏黎世 派这俩地儿 你就知道了 这个人呢 就是专门负责处理 KGP那些隐秘银行账户的人 吉姆勤科啊 后来一直就否认说 他这个公司参与了这个丑闻啊 就石油换食品这事 但是啊 跟他一块合作过的那个合伙人 后来闹掰了嘛 就跟别人就说了 就是就参与了 只不过呢 就是什么呀 他拿那钱啊 只拿出一小部分 买了一丁点的这个食品回来 也就是说呢 比如说我承诺了你 我得回来20吨吧 估计就回来了5吨 就就这么一个意思 好 我们下期接着讲下期见